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准备了一下 前A委成员米娜再次爆料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晚上米娜上传的第一个贴文 看到最近的新闻真的觉得很傻眼 把我写成都收到了快速对应 加害者的承认与道歉 也不能解恨的人 甚至还有人说 我让一个没有罪的人被黑锅了 但是真的不是那样 加害者没有道歉也没承认 什么都不记得 是所有加害者的手法吗 还说什么 我不觉得我是做那种事的坏女人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起了鸡皮疙瘩 那是加害者你的想法 被遭到的我还有记忆 还说什么是不是 那个时候如果能好好和解的话就好了 现在有再重新接受 这十年来都没有治好的忧郁症治疗 真的想再回到爆料的那一天 提起精神一个一个仔细的写下 当时最后的立场文 关掉Ig都不是我的意志 我来到收尔之后遭到的所有事情 用血实在是无法表达 所以很快就会为了我都说出来的 当然我会调整一下强度 现在如果在某个地方有受害者的话 一定要对所属公司说出来 不要因为担心会给他们造成困扰 吃着药活动 我也是有斥着要上舞台唱歌跳舞 这样表情会消失 记忆也会消失 现在应该不会有经纪公司 把一人当成是产品后 只关心卖到好的产品而无视受害者吧 接着是第二次上传的贴文 我说的这些内容是针对记者们以及加害者 你们说的快速对应 加害者有最后一次道歉机会的时候 再来我家之前 对你一位成员给我来电话了吧 加害者如果想要真心道歉的话 可以带去你家吗 不想提起肮脏的名字 所以就用加害者来代替 对 知道会道歉 所以就说了 当然可以 但是如果早知道 进门后职员们看我的眼神 说要找到而引起骚动 还带来男组长的话 就不会给你们开门的 也不会穿着身体都会露出来的睡眠连衣区 然后那位组长还说什么 要我发表立场文 什么立场文 还说什么我向男组长求饶了 不应该撒谎吧 然后之前也是 明明是成员三个人一起住的宿舍 男组长却只听了加害者的允许后就来到宿舍 我都不知道你来了 对 被你看到全脱下的我的样子 但是我没有生气 只是尴尬的笑一笑过去了 如果当时我把气氛搞砸了 加害者会饶了我吗 所以就是一开始就没有好好的对应 快速的对应 不要把我的例子当成是好的示范来报道 就好像是在说 虽然我是受害者 但是受到了不错的待遇一样 我到现在都不能解恨的理由是因为 目前为止 加害者以及加害者的家人 都没有道歉也没有承认 还一直被很多人说 该是可而止了 为了坚持合约期间 包括练习生超过十年的时间 只是什么话都没有说而已 是因为我的用词太厉害 或者是我说的太多 所以看起来不像是受害者吗 为什么是要受害者担心不安还要隐居呢 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立场太颠倒了 试图自XX去急诊室 对身体不偶的事情 应该是你们加害者要去做吧 为了新的出发成为练习生的时候 看到你在玩XX游戏 我以为到了20岁中旬就会结束 看着一直对我那样的你 因为我是第一次做练习生 所以还以为大家都是这样 为了成功我给妈妈很多钱 所以当时以为就是要那么忍耐 然后半年前 我看到三个大叔的谈话影片 提到我的神网后他们说 米娜想要的是关系 为什么要这么乱说话呢 你们家人中没有情绪上不安的人吗 关系只为了那一点关系 会在同样的地方割属十次吗 不要把29岁的女孩随意判断成那样 能理解到我当时的1%的心情的话 就不会那样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米娜真的是太委屈了 遭到11天的阴影是无法那么容易消失的 为了自己也要坚强下来 人不会变的 加害者们要受到相应的代价 都不会感到罪恶感的加害者们 要道歉的话 就要在爆料一出来就马上道歉 不是那样的话就表示不承认 或者是只是想沉默而已 最近加害者们的道歉 好像只是用来回避自己的责任 以为上传手写道歉文就可以解决一切一样 受害者们受到了那个道歉 伤口也不会痊愈的 但是也有少部分网友们表示 最近受害者们大部分都是希望能受到加害者真心的道歉 如果连上传手写道歉文也没有用的话 到底是要怎么办呢 可怜最近才又开始了SNS 偏偏要在这个时候上传这些来搞砸吗 一开始有音乐 但是看到定期上传这种文章 就觉得好像只是为了剥夺关心而已 对于米娜这次的长篇发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取向 胭脂成员完全不一样的女团 这个女团就是 Aijuan 1.Kununbi 2.Sakura 3.Kanheon 4.Kin Minju 5.Annyu Jin 6.Changwenyeo 大家觉得谁是代表Aijuan的颜值成员呢 小型女团 3.Kin Minju 小型女团 心里的小型女团 更引力 先费 2.Kin Minju 3.KIn Minj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